各位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28日 星期三,7月29日,香港會進入抗疫的新階段 這次將限聚令由四人再收緊至兩人 即是只可以拍拖 但是同住的家人或公共交通工具是一件例外 還有大家特別留意,全港食肆是停止堂食 相信影響最大是香港的打工仔們 還有一些飲食業的朋友 但是如果是為了抗疫,希望這個措施可以盡快把疫情控制下來 令香港的打工仔和飲食業可以回復正常 但是這次大家要特別留意 由星期三開始,我們在公眾地方 硬性規定一定要戴口罩 即是說如果是不戴口罩的話,是會被票控的 所以大家要留意,因為小弟仍然知道 有很多人去到一些人不多的地方 可能就會拉低或者脫掉口罩 但是星期三之後,大家真的忍一忍 我們將疫情控制下來 一些看落設備全部都停了 其實看到政府的反應是很快的 因為都是幾天時間 就是那個新冠肺炎每天單日的確診率 是超過三位,是三位數 到達三位數,超過一百人 所以政府已經馬上收緊的限聚令 要盡快將疫情控制下去 但是呢,由疫情開始到現在 就鬧了這麼多個月 其實說真的,傳媒 甚至有很多所謂的專業人士 其實每個人都走出來鬧香港的政府 平心而論,香港政府是不是做得這麼差? 值得天天去鬧? 我們可以看看第三者的意見 看看到底香港政府是不是真的做得這麼差? 我們可以看看第三者的意見 不要說自己的想法 我們可以看看一些中肯的分析和評論 一份雜誌叫做Nature 自然雜誌 這份是美國很權貴的科研雜誌 他的網站是nature.com 4月27日就出了一宗新聞 這宗新聞就說全球的科學家 在找到到底對抗新冠肺炎疫情的策略最好是什麼呢? 在這篇文章裡面 沒錯,大家之前都見過小弟分享過 他點名稱讚香港 甚至說香港已經在教全世界人一課 到底怎麼去抗疫 一個這麼高度 這麼專業的科研雜誌 這麼高度評價香港政府的表現 但是媒體就天天罵 為什麼呢? 留給大家判斷 小弟就覺得很簡單 他罵不是因為做得差 而是因為他心裡面有些事情要拿出來罵 找事情來罵 這是什麼呢?立場吧 其實另外一方面也看到很滑稽的一件事 就是他大字標題仍然說 林太拒絕封關 豁免檢疫 說來說去 現在很老實說 大家看到疫情爆發到現在 我們每一天看著新增個案 九成幾甚至接近百分百 全部都是本地傳染的個案 社區爆發的個案 不是輸入個案 輸入個案仍然很零星 你現在還說封關 你是不是這個已經不是現在最重要做的事 反而政府做得最對 避免社區再度爆發 反而媒體到底在說什麼呢? 好,我當媒體不懂事 我們看看所謂專業人士說什麼 公共醫療醫生 協會會長 馬小姐 專業吧 說的是什麼? 中港邊境控制不談 將美光燈也是照著中港邊境 現在你真的很擔心內地會把病毒帶出來嗎? 不要開玩笑 現在內地怕我們把病毒帶進去 你自己看一看 只是因為26日有個深港的司機確診了 深圳馬上收緊跨境貨車入境 甚至業界現在都很擔心 隨著香港的疫情再擴散 越來越多司機被拒入境 會影響香港貨運 這是事實現在正在發生的事 不是這些馬小姐憑空寫出來的文字 另外我也可以看到一件事就是 就是 你在說說怕內地傳下來 反而內地就怕香港傳上去 你在說叫人封關 業界就已經說明 你再繼續收緊的時候 一定會影響香港貨運 尤其是香港沒有東西賣 沒有東西吃 到底是誰負責呢? 也讓我看到一件事就是封關又鬧 不封關又鬧 其實很老實說 小弟也很替香港政府覺得可憐 因為無論好像做些什麼都被人罵 到底大家是不是持平呢? 是不是真的為社會好呢? 還是他們一直在說 抽水 趁機說一下自己心裡想罵的事情 但是這些罵的事情是不是事實呢? 我想他根本不在乎 其實我們真的看到事實有兩件事 也很希望大家可以留意到 第一就是現在每一天的爆發 其實有九成幾甚至接近全部 都是社區感染個案 就是說輸入已經不再是一個重點了 現在重點是應該如何收緊 不要讓社區再爆下去 社區為什麼會爆呢? 因為有些人在做一些很過份的事情 例如報章報道有一位2099號的患者 相信大家都有看到的 這個患者是14號開始發病 8天之後22號確診 開始發病到確診這8天 他在全香港走訪了十幾個地方 哇大哥 一個文員他又不是每天要出街 但是他為什麼反而有病的時候 當他病的時候 反而這裏去那裏去呢? 不是真的怕沒有機會 但是其實說真的 如果他真的病了 看到病症他都擔心是新冠肺炎 其實是不是應該自律一點 就不要再出去活動呢? 其實小弟也不排除 就是會不會有一些 是響應某些的糾纏活動 其實大家都知道 這次新冠肺炎第三波的爆發 其實是在7月初呢 才開始的 而7月初呢 之前幾天呢 其實正正就是七一的非法集會 是的 然後7月11至12日呢 有一個所謂的初選活動 當時又是糾纏 然後18、9日又來一次大爆發 現在呢 就是跟著19日、21日 又有非法集會的活動 結果呢 就是連續這幾天 都是天天過三位數的爆發 其實大家真的看得很清楚 你一糾纏就爆發 其實現在是不是最重要是限制一些人 就不要四圍出去播毒呢? 尤其是已經有病的 有禁足令的 是不是應該要叫他們自己去隔離呢? 其實呢 為什麼還會有人寧願去挑戰社會的底線 明知自己正在病 都要四圍走呢?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呢 相信就是因為阻嚇力不夠 那好像屈榮賢小姐 其實小弟很喜歡她的文章 都剛剛寫了一份文章 叫2099 說的是哪一位呢? 當然就是這位 當然小弟不是說她故意的 但是呢 事實上呢 如果是有些人是有心 有些人可能是無意 但是無意的話呢 也有可能因為他們是忽視了這個重要性 為什麼令他們覺得這件事重要呢? 麻煩你提高個刑罰 是的 屈小姐在這篇文章裡面也說到 提高可以怎樣呢? 好像台灣那樣 台灣真的很簡單 台灣就是說如果有患者 或者疑似患者 是不守隔離令的話呢 可以被判囚兩年 及 及 及罰款200萬台幣 即是接近50萬港幣 喂 還有她是很認真去罰的 因為有一個反台的 凱雷劉學生 在檢疫隔離期間外出 被街坊發現告法 立即批罰 還有她說她自己沒有錢 然後罰誰呢? 罰父母 馬上把父母的樓宇申請拍賣 這些就是認真執法 當你認真執法的情況下 跟著下去有沒有人再膽敢反? 沒有了已經 但是你看到香港那些 有沒有阻嚇作勇? 如果有的話 還會有這麼多人 以身示法 正如好像 早前小弟和大家分享過 在七一遊行 在台灣媒體有拍到過 甚至有人戴著口罩 但是戴著這個遊行 身體不舒服 還要強行走過去 所以其實小弟都覺得 真的需要提高罰則 令到那些人害怕 然後才有效 二千元 很多人當作吃一頓飯 希望這件事 政府都會 很積極地作出回應 就是真的有一個 比較有阻嚇性的罰則 另一方面 小弟也想跟大家說一下 現在我們是不是仍然 害怕內地傳入病毒的個案呢? 還害怕什麼呢? 真是我們看看 國際媒體的統計 Verdometas 中國 其實自從在二月底三月頭之後 從來沒有大規模的爆發過 只有零星的爆發 而且每一次就算有爆發 其實很快已經被壓下來了 現在在內地 其實這個病已經被控制了 為什麼還有經常這麼多這些 什麼媒體 什麼專家 還是經常在說中港邊境的控制呢? 其實他們究竟在說什麼? 有沒有看過現在事實發生什麼事呢? 現在好像小弟剛才所說 真的現在是人家怕我們傳病毒進去 還走回頭說怕人家傳病毒過來 這幫人到底是傻子 還是立場上腦呢? 我真的不敢說 其實看回我們一何之隔 深圳做得有多好 一直到7月17日 深圳連續78天零新新個案 78天 兩個多月 所以人家其實真的做得抗疫 抗得很好 也是做得非常小心 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就是為什麼會有78天零新新 完全是因為他們謹慎和快速 正如剛才小弟所說 26日有個中港司機 有個深港司機 跨境貨車司機 在香港確診 他之前其實去過很多個香港不同的地方 包括上水的街市都有的 然後香港確診了 然後那天即時怎麼樣呢? 就是深圳一收到這個消息 馬上把那位司機哥哥 他在深圳的住宅那個小區 2300多人 留夜通宵 用四個小時時間 幫他們收集所有核酸的樣本 所有他們體育的樣本 然後拿去做核酸 測試 測試結果出賣你 2343分 全部是陰性 就是說那個小區是沒有人感染 但是沒有人感染 是不是代表他們放心呢? 不是啊 仍然有三個密切接觸者 是繼續隔離 因為怕而不錯 其實人家真的這麼小心 這麼快速地處理 反過來我們還要怕人家 你將病染過你 不要開玩笑 媒體 這個 專家 這個 到底他們知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呢? 其實不單止深圳市是這麼嚴謹 其實在國內 基本上任何一個省份 任何一個城市 都是這麼嚴謹 例如好像在大連 剛剛7月26日 都剛剛搜集了超過120萬人的樣本 去採集回來做核酸測試 為什麼呢? 因為大連又爆發 但是怎樣爆發呢? 看一些報告 7月22日官方的報道 遼寧一例 相信在大連 就是由7月22日開始爆發 一單 然後去到7月23日第二天 兩單 7月24日 九單 就是有機會有社區爆發 第一件事 馬上找到現在情況如何 將所有有病的人 全部集中在一起 隔離了 所以馬上即時 一日收集了超過120萬份樣本 這個才是真真正正今天的中國態度 為什麼呢? 現在全球 你去到多強大 多有錢的國家 他也是沒有對這個疫情是完全 完全是束手無策 為什麼唯獨是中國可以控制得這麼好呢? 原因兩個 第一個就是因為認真 一看到有病 有爆發的機會 馬上認真處理 第二個是速度 認真處理不是慢吞吞 大小小小小感染 一次過抓了整個小區 甚至是整個城市的人 一起去做檢驗 這個才是真真正正 為什麼中國可以將 新冠肺炎的疫情 這麼快控制到 和我們可以呢 儘快令國內的市民 是可以回復正常生活 這個才是關鍵 如果現在也還是 好像部分的媒體 部分的所謂專家 仍然是把集中力集中在一些根本不存在的风险上 香港最终会变成怎样呢 希望大家真是很理性地分析现在这件事 看清楚有偏颇立场、偏颇想法的人 小心一点他们的言论 以及将这个资讯多些广传给你身边的朋友 希望大家都会知道现在我们真正面对着什么 最重要的风险是来自哪里 好,那小弟这次分享到这里为止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 如果大家觉得这次分享的内容有用的话 很希望大家像刚才小弟那样说 按一按分享键 这段送息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尽量广传 如果大家有兴趣参与小弟下次讨论的话 欢迎大家订阅这个免费的频道 最重要是按下一个小钟 当小弟有下一个话题录下一段影片的时候 大家会马上收到通知 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 我们下一次下一个话题再谈过 аю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